如果是正正經經的初選 都是一件事 但如果透過初選去推動他們某些政治的主張 甚至背後隱藏著一些破壞一國的行為計劃 這就不能夠接受 我覺得是不負責任 因為你現在連財政預算案的內容都未知道 已經是說會否定財政預算案而達至它的政治目的 甚至騎劫議會 對我們來說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因為大家想想如果立法會是被癱瘓 或者立法會所有的法案甚至財政 甚至預算都不能夠過的話 香港社會最後會變成怎樣 你想想來會選主席都是這樣 你以後如果是 真的他們佔了主導權 會不會是令到香港真的很多事情都停了呢 老人家出糧停了會不會呢 醫院有沒有得運作呢 我們普通的公共服務有沒有得運作呢 我相信市民都是不希望看到香港 在現在雙重打擊下 九月份是進一步 是議會被癱瘓的 所以就要用自己去作出選擇 我相信公共服務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